大家好,我是爱说话的老王 我的快乐播放开始了 刚才呢,传了一个上去 是低分辨率的,488的 我怕平台说不行 我这重新又调回到这个 这个这个七百二 刚才那达都没上去 那达都是108P 还有一个啊 就是大家啊 用用用用那个手机看 你们用手机看声音还可以 我问个问那个平台 他说手机看是没有问题的 可能是在电脑上声音差点 因为我没有 我那个麦克风不在课议器中 他说你以后装课议器中 还得要做剪辑 有点麻烦 我现在还有别的事 还先要说 咱们继续说这个 哎呦,美国这个大总统啊 这个超级不靠谱 第三位超级不靠谱大总统 这个大总统啊 刚才我看看咱们那个 平台上的新人啊 哎呦,卧槽 他他妈的 他是真是美国 我觉得啊 他是美国200多年来啊 建国200多年来 都不是第三类啊 是美国 唯一他们的一类 神奇的不靠谱 他他他 我看平台上写了 他发了一个政策 因为他不是有钱吗 他不是给各州下发 那个救援基金了吗 给每个州都发完 知道吗 然后他告诉每个 每个美国的州啊 你们自己 你们那个 自己拿着钱 上台买都行啊 买那个口罩 防护服 还有那个那个什么 那个呼吸器 去买去吧 买多少都行 买买生给我点 听着可乐啊 是吧 美国 你去查查美国历史啊 美国就没有这样的总统 你知道吧 让每个州拿着钱 安求自保 去买东西 去抢购去 让每个州去 让每个州豆腐出面 去抢州去 哎呀 我天啊 天哪 我天啊 这个你知道 你看啊 咱们前面 我有视频啊 大家可以去看 那个美国纽约州州长 科莫 科莫天天骂 对吧 科莫现在一出 一简单可能就 照着美 就那样 科莫恨死他了 纽约州已经一千五了 科莫恨死他 科莫呢 已经跟中国 已经像中国这边打着过的 我要求助 求助大国 他那天说不就 想求助大国 有几个哥们说 印度 别抵他 别抵他 美国是不可能找他的 多招 厕所修好了吗 然后那个 你看啊 他是这样 他是这样 这个科莫啊 然后再加上那个 那个美国那个 尤他州啊 尤他州不是议会 出的话 要对话就好 咱们官方新闻还采访一下呢 你明天看见 官方新华社还采访 他一下呢 因为他是真的是 州议会 所以你看见 他说的这个 我看咱们的新闻啊 咱们新闻倒没说他什么 因为跟他没关系 但是我觉得这是 老王觉得这 反正我听这消息 我是真的有点 感觉有点发狼 你知道吧 你知道我觉得什么吗 我觉得 如果要照这么下去的话 那你美国 有可能美国会 会是群狼争食 你知道吧 就是美国是个 很狼性的国家 就是他内部也是 很狼性的国家 你不要听那些公知说 美国是很公立的国家 是很那个那个 立差主义的 看什么时候 知道吧 生存是人的最基本需求 如果人的生存受到威胁 那我跟你讲 什么都是扯淡的 你为什么要吃饭 还有你为什么要呼吸 有我记得 有有有有有 有有哥们 加我Q的时候说 不自由无尽死 我行 你把鼻子 你把俩手指插鼻子牙里 五分钟 你就打到目点 不如张伯爷五分钟 打到目点 对吧 你不自由无尽死 你五分钟 打到目点 所以我觉得 他这个有可能会出现 一个什么限制 你知道吗 大家知道是汉代吧 就咱们的汉代 汉代的晚年 我记得好像有个历史记载 好像闹鬼 大灾 大瘟疫 全国死了好多人 还剩下两三千万人 接着好像就是农民起义 我记得好像就农民起义 就是那个 我黄西军就开始起义了 黄 什么 苍天已死 黄天在上 对吧 就开始他们闹起义了 接着朝廷就不行了 18欧诸侯就开始了 就三块钱 我特别喜欢玩 好像是 好像是这么起来的 你想 你想 如果像美国 现在他 他川普说的这个 这个制度 要是真是他这么干 我感觉他说说还可以 或者谁 美国国会阻挡那还可以 如果他要这么干 让各州去自己采购 那你想会是会是一个什么情况 你看美国 你看美国的地图啊 他两边是 他两边都是大洋 那边那边一个 这边一个 这边主要是太平洋 对吧 他跟中国对的 你叫隔阳相望 那美国西边的这些啊 这些这些 这些靠靠沿岸的沿海国家 沿海大洲 那那他合适 对吧 他可以从中国这边采购 用船运物 它都是港口 好像纽约州都有港口 对吧 那你 那他西部怎么办 你现在犹他州 他在他在靠西边 他怎么办 他也他也需要口罩 也需要防护 呼吸 呼吸 那比如他从中国 定了定了一千万 对吧 定一千万 这个纽约州 他也同时也定一千万 他都不够 纽约州大 他人口多 他不够 对吧 他不够怎么办 他看着 哎 你家这有 记得德国对于瑞典吗 靠我来 见面飞一半 靠你屋 那你像纽约州能干吗 你平时靠我的呀 对不对 就两种办法 告联盟 干联邦政府 联邦政府我也管不了 联邦政府 一般不插手 都是我 美国宪法规定的 第二个呢 你不告这个 你你不告的 那你还抢我就抢你了 那不就是成 成了什么呢 那你你美国国内 他美国国内就可能会 会出现 这样的混乱 知道吗 要不我为什么说 美国两百多年建国历史 你可以看看 他就两百多年 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总统 敢说这样的话 让各州出外采集 我操 我看完那新闻 我看完咱官方登记新闻 我操 我说要干嘛 这这这这这 这不是要自杀 请想 但是其实 如果美国真这样的话 哎呦 我反正我觉得 为在美国的那些亲戚朋友啊 因为我有些朋友在美国 老王有些朋友 同学 真是在美国 是是是 你也把汗 你要是这样的话 那可能真的会出乱 他现在 你看纽约州 我哥们说 国民警卫队已经进去了 啊 撞打车 你知道吗 撞打车 减兜鱼 二十五毫米 大毒射机 关炮 咔 都棒 找 把你找的新冠 你要在哪儿呢 找完以后 开车那也病了 后来 然后我看他的新闻啊 外面的新闻 他说美国 不是外面 咱们那里边 是不是要发的 说有美国有一个参议员 提议说 让军队帮助建那个 建什么 建那个 就跟咱们那方舱似的 军队帮着建 我觉得这参议员 这真的一看 就是那种马桶型参议员 你知道吗 你美国军队能干这个吗 你美国军队哪次震灾 不包大枪进去 谁能干这个 只有我们 只有我们的民主 干脆你把我人民主兵 请美国建 你求我们一百万几万斤过 我们帮你建 那么再就不回来了 建完那块得贵咋吗 因为美国的土地法 是建贵谁 房屋和土地是一体 你知道吗 这块土地也贵我 我觉得这个 老王觉得这个救援办法 是不错的 大家懂不懂啊 所以 我觉得吧 就是做对美贸易的 还有 真的是说 有那什么的 反正我跟我表哥说了 我表哥说那没办法 他们 他们一家都反正 枪埋好了 保护孩子呗 现在就是家长被孩子找击 特别是中 就是这种 咱们亚洲一样 还有像他们移民过去的 这些 他们都被孩子找击 你说这个王八蛋 你说他妈的不给治 不给看 大人还好说扛啊 他孩子怎么办 那小孩怎么办 这他妈的从今房子了 哇操 公知们吹吧 接着他妈吹吧 美国有最好的医疗制度 你看看 现在美国的这几手医疗制度 那个套用 你发烧打电话 然后他要问你怎么着怎么着 你这个不用这 买买买盆酱 跟他吃 什么这么玩意 我说大家想 我看完这新闻 大家也可以看上头条看看 我觉得挺紧张 如果美国真破关破摔了 我觉得咱们得多个后手 压线的舰队客就在南海 这王八蛋什么都敢干 他是一个没有底线的人 知道吧 他如果要是在国内做生意 他肯定是那奸商 他没有底线 为什么要赔那么多货 因为欧美的制度管得很严 商业制度罚得很严 他赔好 他赔好多货 好吧 大家到时候嫁到王公公 咱们做都没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